郭善儀離婚後手出境 大談生病時郭俊安對他自私冷漠 評論一片倒 2024年5月2日 郭俊安和妻子郭善儀在社交平台上 宣布結婚18年時間的婚姻 並還透露已分居兩年了 這個消息一報出很快就被送上了熱手 不難發現熟悉郭俊安的網友粉絲 似乎第一時間就認為肯定是作為丈夫的郭俊安 對不起妻子郭善儀 畢竟郭善儀自從嫁給了郭俊安之後就退圈了 為此這18年的時間一直都是家庭主婦的身份 為此在外界看來家庭主婦逃脫不了 被離婚似乎是一個宿命 當然了這也只是部分網友的個人想法 到底郭俊安和郭善儀婚姻中 誰對誰錯 我們是無法定論的 不過從後來發生的種種細節來看 顯然網友對郭俊安的意見是最大的 為什麼呢 作為KVB的當紅小生 郭俊安這幾年發展的如火如荼 後來又和姐姐一起從事保健品生意 據傳光的非常不錯 而且一旦上市郭俊安的身價絕對是要暴障 內人尋味的是早在依人份居的時候 郭俊安就已經將自己的所有股份 轉移給自己的姐姐 在寫郭俊安名下有好幾套物業 當時傳出高達9,000萬港元 不過隨著後來的多次買賣 如今價值再6,000萬港元 可視讓人感到十份意外的事 這些房產中沒有一套是寫著 郭俊安的名字 為此按照當地法律來看 無論是離婚還是婚內 郭俊安都淺不到任何的便宜 當然了好在香港有一法律規定 說法院會考慮再離婚之後 將強勢一方的三分之一 之產判給弱勢的一方 後來港媒也爆出過消息 說歐善儀已早就進行申請訓葛 郭俊安名下總價值4,000萬港元的房產 6月14日 歐善儀在離婚後首次出鏡接受了採訪 並且在節目中大談自己在生病的時候 丈夫郭俊安對自己的態度 懇視冷漠自私 從而引發了異議 歐善儀直言自己目前沒有男朋友 但是她嘗試通過交友APP 開始約會了六個男士 不過卻惹來了不少插曲 畢竟歐善儀爭視藝人 為此許多男士認為 這是一個什麼偷拍節目 為此大家也並非是抱著交友的心態來的 另外歐善儀也提到自己 將食事學歷放上去之後 還是會合跑了許多男人 估計是這些男人認為自己的學歷太高了 歐善儀感觸到女人 還是不能讀太多的書 盡可能寫的簡單點 不過歐善儀的這段話 卻引發了網友很大的質疑 因為從現狀來看 食事學歷 真的是一走一大把 根本算不上什麼稀奇 而歐善儀 無疑是過於的高漢自己了 而令網友們對歐善儀感到疲疑的 無疑是下面的談話 歐善儀提到自己再得重病的時候 丈夫郭俊安對自己不夠關心 自己處在那麼危險的狀態 她卻依然還能睡得著 2019年12月 歐善儀即將賣入40歲 當時她幻想了重感冒 連續發燒三次看醫生也未能退燒 有一天深夜兩三點 她在睡夢中突然感覺了手中指像觸電一樣 這種觸電的感覺 迅速蔓延到全身 她開始喘不過氣來 她立即坐起來 試圖叫醒身邊的人尋求幫助 但對方卻以為她再開玩笑 叫她繼續睡覺 歐善儀善不過氣 每一秒都顯得無比漫長 看到她的情況不對勁 身邊的人才起身上網搜索應對方法 而不是立即打電話叫救護車 最後她找到了一個方法 就是用一片糖沖熱水吸她渴 在生命危急時刻 這樣的處理方式讓主持人都難以自信 包善而說 當時她已經出現了失禁的情況 她拿著一個譚魚喝了一點點糖水 但已經嚴重到失禁無法控制自己 她感到生命再流逝開始回顧自己的人生 最終她暈倒了 頭再進了譚魚淚 直到第二天早上 包善而才蘇醒過來 發現自己黃活著 頭仍然在譚魚淚 她終於能喘氣了 並沒有死 包善而說 醒來後她立即去了醫院 並被診斷出患有鹽蟲肺炎、肝炎、想炎和尿道炎 醫生告訴她這些病情懷嚴蟲 需要是約半年才能傳遇 這次憑死經歷 讓她重新思考人生的意義 主持人問她是否因為這次經歷改變了某些決定或計劃 包善而坦然確實如此 她意識到人生的脆弱和無常 決定要及時刊落、過有質素的生活 並開始推廣營養健康 對於歐善而爆出的這些事情 仍然是引起了很大的反響 可視似乎評論區的網友們不買帳 怎麼處理 離婚絕對不可能是一方的原因 而歐善而離婚後沒多久就開始對前夫進行指責 仍然在外界看來是很不堪的捍衛 甚至有網友懷疑 這次歐善而想利用郭俊安來播取易度 估計到時候也要開始直播帶貨了吧 歐善而採訪曝光後 網友紛紛吐槽郭俊安大男子主義見死不救 根本不愛自己的太太 完全把太太當擁人等 郭俊安本人並沒有回應 但歐善而急了 她在16日逐一回應網友質疑 替前夫打完場 歐善而表示當時郭俊安也很怕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才沒有叫救護車 又說當天晚上自己真的斷片魂了 也不知道發生了什麼 歐善而結婚18年幾乎沒有收入 長期過著手心享上的日子 她讀書的前 估計也是郭俊安出的 因此有網友吐槽忘本 何快何來 歐善而沒有否認 表示私下有好好感謝郭俊安 同時透露離婚內幕 感情的事 沒有辦法大家依然是家人 而談起二人18年的長跑 仍然覺得棄嶇 1999年郭俊安遇上了都善而 足夠美麗 足夠清醒 此事一眼 她就深陷於其中無法自拔 和影片中逐套的劇情一樣 她對她展開猛烈的追求 而她被她的體貼溫柔征服 後來的事情 我們也就都知道了 相戀七年後 她求了婚 她們眼含笑答應 婚禮舉辦的地點 是香港的迪士尼 場面盛大且浪漫 一度被稱為明星婚禮的天花板 但鮮少有人知道 她們結婚是奉子結婚 其實我那時因為懷孕了才結婚的 戀愛第七年的時候 她懷孕了 郭俊安是個很有責任 很有擔當的男人 得知她懷孕後 她落馬就跟她求了婚 此事沒想到的是 婚禮前夕 她流產了 哪個時候她很猶豫 猶豫到底要不要繼續結婚 畢竟她們兩人之所以要結婚 就是因為這個孩子的到來 現在孩子沒了 還有必要嗎 她是這樣想的 但顯然 男方沒有打退堂鼓 依舊給了她最完美的婚禮 所有人都驗善 但卻忽略了一點 如果沒有孩子她們 就不會走到這一步 而這也就意味著 當時的她們的感情已經到了平淡期 此事因為被事情推導者才不得不結婚 她們之間有愛嗎 是有的 包善兒為她留過兩次診 為了她的事業甘願放棄事業回歸家庭 而她記得她的好結婚十八年從來不亂搞 但不能否認的是 愛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淡化 而且也就是她們口中的 婚姻沒有火花 再加上聚少尼多溝通減少 婚姻很快就會變質 因為愛過 所以不願私的如死妄破 於是她們看面的提出了離婚 與其云云惡惡過完下半輩子 不如清醒的分開 尋找屬於自己的另一片天 所以在我看來 分開才最好的選擇 在美女的 人們 去 去 去 感谢观看